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支影片是关于在俄罗斯的社交平台VK 怎么去设置中文界面或者英文界面 如果还没注册VK账号的你们 可以点击上方的链接参考我的另一支影片 关于如何注册VK账号 经过VK官方网站确认后 iOS的VK应用程序目前会跟随设备的语言而设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iPhone设备是设英语为主要语言设置的话 这样VK应用程序也会跟着是英语界面 但是目前这款APP在iOS上只能支援英语、俄语、西班牙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和葡萄牙语而已 如果想要中文界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不使用VK的APP 我们可以通过Chrome浏览器打开VK的官方网站 然后选择Sign in by phone number or email 接下来就是输入手机号码 然后点击Continue继续 输入登录密码 再点Continue继续 OK这样就成功登录VK了 接下来点击右下方的Mini Apps 然后再点右上方的三横钢 往下滑找到Setting设置 选择Account 在Language语言选项点击一下 然后找到汉语 选择汉语 点击Save保存 OK这个设置只会将VK的操作设置为中文 而那些用耳语写的贴文和影片是不会转成中文的 就比如说好像这一些 但是你可以使用谷歌翻译来进行翻译 点击Chrome浏览器右下方的三个点 选择翻译 然后上方这里会弹出网页翻译完毕 点击一下这个齿轮图标 然后将发件能设置为耳语 最后再点翻译 现在你就会看到所有写着耳语的贴文都转成中文了 OK这个就是将VK转成中文的方法 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你们 喜欢这类型影片记得订阅给赞 谢谢